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新賽季得月週日凌晨迎來各族 到時,杜斯多夫將會主營哈佛帕林 主隊友誼賽表現出色 加上球隊近年主場交手哈佛帕林未嘗敗職 杜斯多夫今著勢奪開門口 杜斯多夫上季以第四身份結束聯賽爭奪 雖最終未能願獲得一個德甲升班職位 但也起碼證明球隊具備升班的實力 上季主力得分手艾比金寶和卡拉奧斯 新賽季依然為杜斯多夫而戰 這是他們最大的底氣所在 加因這兩個人上季合共在主場 為球隊貢獻了9個聯賽入球 同時還免去了重新磨合這一步 可以盡快以程度較高的默契直迎接新賽季的戰鬥 更為有利的是 杜斯多夫開賽前五場熱身賽交出一份8%勝率的搭卷 其中對手還有波琴、此等德甲球隊 證明杜斯多夫在開賽前的備戰工作做得相當好 有見及此,看好杜斯多夫今仗能夠在主場營取開門好 哈法柏林上季34輪得甲僅僅錄得29分 而一支頂級聯賽球隊在早預降班後 很多時都無法避免主力球員流失的慘況 新賽季的哈法柏林同樣如此 就算有新門的注入,哈法柏林也少不了重新磨合所經歷的陣痛棋 該點從球隊最近四場友誼賽中僅僅贏一場就可以看出 除此之外,哈法柏林最近六次各項賽事交手杜斯多夫 戰績同樣落於下風,一勝兩和三副 其中三場作合無一獲勝 且昆場還給杜斯多夫攻入三球 哈法柏林似行空多吉小 多謝多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